第九届 门窗博览 嗨 大家好 我是一山雪妹 现在我在我们领取的门窗博览城这里 这里正在举行第九届门窗博览会 这边是室内的展厅 我们就去看一下 我现在在室内 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都自己听不到我自己说话了 所以在室内看到很多很多的展位 他们这个展位也是自己建造的 可以这样说 都是昨天晚上花一天时间 然后见这个样子的 厉害吧 现在我已经打入华里家居展位的内部了 这一块地整个都是 而且华里家居是我们领取楼图喜业 华建旅业的食品牌 而且这次的出货博览也是华建旅业的主办 我们看一看 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鱼缸里边养的鱼 但是里边放了一个铝合金做的家具 这一个有趣的事情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鱼活得好好的可以在里边长期养 它没有油牌的固质 还有一个就是它直接泡在水里 它竟然没有坏 说明了家具质量养养的对不对 质量好就是大胆 你看做了这么一个产品出来 你看这柜子的外表 还以为是木头的呢 实际上这是全铝家具 它的内部是铝的 这里有个红线面可以看出来 我给大家变个魔术啊 它就升起来了 实际上我用的是遥控器啊 这个你看又可以当桌子 又可以当床 在我们家里一般就是装修的时候 可能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新装的家具啊 会有一种味道非常的刺鼻 一进来这里啊 他们这的家具啊 全部都是新的 但是没有丝毫的味道 真的就是无味 这是一盘我比较喜欢的家具 为啥呢 因为它上边带了一面镜子 因为女生嘛 出门之前就喜欢看看 掺带啊 合不合身啊 所以说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于 它不占空间 现在它是在外边的 但是它可以放到厨里边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这样可以非常轻松的 催入厨的里边 丝毫不占空间 好丢人啊 我以为它是一个衣橱 打开看一下了 结果它是一个冰箱 现在真的是 现在的家具都越来越高档了 你能不能使用 哎你好 打扰你一下 就是因为我是名成人嘛 所以说我知道咱们华旅家具 比其它的家具好 那咱们华底家就是说跑在哪里 就是能不能优势在哪里 那华底家就是 主要就是跑在音量 用料 跑在那个表面柱里面 跑在就是设计 设计里面 比较专业 专业性 专业性 对 这个是 就是酒架是吧 对对 一般酒架都放在地下 对一般的地下潮水 反正如说做酒架比较可适的 因为啥酒它比较重 你现在说一分两分都无所谓了 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因为啥当有大量的公牛的时候 它会不会就是说卖地下潮水 也可以发霉的呀 对它绝对不会发霉的 你就这样想咱们家做饭 就咱们家做饭用的淀粉饱 是啊 也是也是那个那个铝合金的啊 它就通过高温低温潮湿 用水浸泡都不可以进去 这就是它的优点 这就是它的优点 留在这里 这个灯啊真的非常的有趣 我站在它面前往上走 它就开始亮了 是一个智能灯 还是非常的实用的 在我的印象里一般就是家具是木头做的 今天过来逛一逛真是长见识了 家具竟然是铝的 而且我认识到了很多就是说 用铝做家具的一些优势 看来这个全铝家具马上就要流行起来了 而且通过这个博览会看我们铝取啊 感觉我们铝取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因为很多省的人都过来参观 哇 这场景 希望以后我们铝取也是发展越来越棒 我们的创博会也是能办得越来越好